星光叛毒,自由空气令怡英黄丝的阿Q症嫁重了 作者徐毁 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学家鲁迅所住的阿Q症传批判一种荒谬的自我安慰法 后世由此印出阿Q精神或阿Q症的说法 用来形容一些逃避现实,但是慈禧气人久活人世的人 例如怡英黄丝就是一帮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得尚所愿,覆盖着幻觉中甘甜的自由空气 但是无再改善他们的精神状态 反而令部分阿Q症患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0月1日,正当中国人都在庆祝新中国75周年的华诞时候 大约120名的宜英黄丝在英国的破产之城白鸣汉 举行所谓的十一国庆游行和集会 他们呼吁英国民众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和自由 同时警惕中共暴政 从现场相片可见 这次游行除了黄口罩、黄雨傘和刚时期等例牌的道具之外 还加了一项新的环节 就是十一打小瘾活动 至于黄友们打小瘾的对象包括多名的香港政府官员 奇怪了 打小瘾这一项习续于中国古时的农业社会 后来在广东一带流传发展 而英黄丝不是很恨中国吗 为什么还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宣示心中的不满呢 很多不知道不知道的外国人见到可能会觉得新奇有趣 他们可能还以为你们在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黄媒报道 小家庭带着年幼的子女参加 和嫁妒子女如何去打小人 他们说希望这一份香港人的横抗精神可以延续到下一代 近年 不许已经黄丝将自己移民的理由 美其名曰为了下一代 就是这样 很多还处于婴孩时期的香港未来 就被自己的父母达到一个不知有没有未来的没落角度 而很多的黄人父母就怀着一股身在草莹、身在汗的悲愤 他们不能够接受重回正轨的香港 但又容忍不了以域翻邦 他们明知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将这一份所谓的复港大计 抛给无辜的下一代 自己无论还要毒害后人可见黄丝的本性是可耻 但不者认为 而英黄丝这些幼稚的行为 只能用RQ症去解释 毕竟身换在一个走下坡的角度 很多人即便在香港拥有高薪后职 移民英国之后只能从事一些送外卖、超市、仓库等基层的工作 所以只能用坚持抗争去麻醉自己 再调到现实中尋求一丝的精神秘静 证明自己的移应决定是没错的 世事有时就是这么讽刺 勇武黄丝门在香港够胆打警察 但在英国可能只是够胆打公仔子 以为只要得到持有空气 那些为移民付出的一切代价就值得了 谁知居然令到自己的RQ症病情加重 变回正常人就更加困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